下面是文艺演出部分 很快就要开始了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 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LED显示屏 被用于了哈利塔体育场 半圆形的屏幕在开幕式期间 将被用于播放 视频的短片和文艺表演的剧情 从宇宙起源的大傲诈开始 大屏幕将电脑模拟的动画 展现在观众的面前 宇宙从混沌的大暴打当中展开 接着视角钻进了银河系 然后又进入了我们所在的太阳系 穿过各个行星和小行星带 躲避扑面而来的流星 飞向地球 电脑模拟的程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视角环绕地球略过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日本、韩国、菲律宾 在模拟的巨型的地图上 展现出了数百年前亚洲的地形特征和主要的城市 然后穿越印度和中亚 最终抵达卡塔尔 地图上 由于人之所谓出现的宝宝 观众朋友,您现在看到的是开幕式演出的主角,一位阿拉伯少年出现了。 他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够有巨大的发现,使家人摆脱贫困的生活。 一天,他梦见了金色的雄鹰将它带到塔尖。 在那里,他发现了蕴藏着神奇力量的仪器——星盘。 少年感受到了命运的召唤,由此,他成为了一个真理的探寻者,并将最终成为人民的英雄。 少年手握星盘,在场地中央的柱子上缓缓地上升。 星盘开始发出迷人的光芒,照射着整个体育场。 大家看到这个星盘是古老的星象计算器,利用太阳和其他星不星的位置来确定时间和方位。 基本原理由古希腊人发现,但是伊斯兰数学家、天文学家阿尔法达里发明了第一个可以随神携带的星盘,由此引发了航海学上的革命。 从公元八十一起,阿拉伯航海家就开始利用星盘巡航,随后被传入了欧洲,成为在这之后航海时代的必备工具。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众多的舞蹈演员入场,他们在灯光效果的映尘下,营造出了一片巨大的海洋。 波斯湾的海水泛起浪花拍打着海岸,而在场地的另外一侧,那么其他的演员还将营造出一片沙漠地带。 水泛起浪花拍摄 在圆形的舞台上,我们看到了沙漠地形。 我们也看到了女孩女主角,娜娜和她的家人出现。 这也共同象征着,当沙漠和海洋相遇,两种不同的文化碰撞和交融,最终和谐共存。 水泛起浪花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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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第一幕 生命之海 我们可以看到小男孩渐渐长大了 已经成了成年人 他预备和踩入人一同出航 在大海里去寻找被称为月亮类的珍珠 他的母亲姐姐未婚妻娜拉满海热泪送别 带着他的星盘 他踏上了冒险之旅 了解自己的一段时间 这就是女主角娜娜和她的家人 和男主人翁在告别 如果一个人手上 这就是优优独自欢的 这是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男主角的扮演者是阿尔·安萨里 自自由史料记载以来 采珍珠一直是阿拉伯地区的一项传统的记忆 他们把珍珠称为是月亮之类或者是鱼眼 珍珠采集也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以前 卡塔尔人最主要的毛生手段 卡塔尔文化当中有许多与采珠相关的音乐和诗歌 卡塔尔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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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塔尔文化